河堤町崎嶼的小路上 丝陷无名人师 这路上有血 头盖骨已经落开了 红红色的大货车 密集的伤口 坚持进场 究竟发生过什么 应该是可以挥动的铁器 车厢内的紫菜残渣 费道的紫菜仓库 两者是否又涌着关联 就做这种模式的乘 千金紫菜 一时的贪念 量造续案 他说你在沙发 是否想不吞 南越警示 贪得无名人正在丢出 直击现场震慑犯罪 弘扬正气服务社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南越警示 俗话说 不义之财不可取 你若是取得了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前不久 在汕头市的城海区 就有人为了这不义之财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们正在封住 我才如果 帮他 等会 那就 帮他 不驱 让他 软 才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 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只见一辆大货车停好在路边 而死者就趴在车前几米的地方 会不会是交通事故因为有车 而且有人受伤到地 民警发现大货车完好无损 而死者的伤也集中在头部 身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伤 对于法医陈永昭的结论 民警也提出了疑问 有没有可能是死者被货车撞击后 由于惯性头先着地造成的伤口呢 假设他他头先着地 而且碰到某一些一些有灵脚 一些有灵脚的一些硬物的话 他可能形成一两个类似的 这种策略状 他不可能是密集的 在同一部位反复的 民警对货车进行了检查 在货车上发现了一张行驶证和一张身份证 但是通过对案发现场附近的参查 民警始终无法找到死者的手机 但是通过对死者还有货车的检查 抢劫杀人的推论并不成立 狮子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包 里面还有钱 还有车里面也没有翻动的痕迹 感觉不像是抢劫 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让凶手如此凶狠 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于案发周边没有太多的视频监困 民警只能根据线路的线索进行摸查 这辆橙色的货车 没有两个不同的货车 这类货车乘行街头随处可见 经过仔细勘查 民警在货车的后车厢 发现了一些紫菜的参加 距离案发地附近的莱坞和坝头 不仅风景优美 而且还盛产紫菜 当地紫菜 以其为美致碎 口感胜佳而享有生命 其市场售价是同类产品的两倍左右 如果白话是运送紫菜的货车司机 那么当地的商户必定就会有认识 但是民警通过总体调查 当地做紫菜生产的商户 却都表示并不认识律者 而且对死者的车辆也并不熟悉 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 没有去经营紫菜 民警在对大货车的调查中 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信息 调查发现 这辆大货车的登记姓名并不是死者本人 而是一个叫唐真的女子 而这名女子也是河南省唐河县人 我们通过联系和南阳唐河那边 找到他和那个妻子的联系方式 原来这名女子是白话的妻子唐真 他们夫妇俩来汕头打工已经六年了 于是民警找到了唐真 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唐真痛苦一生 他告诉民警 白话一直是一名个体货运司机 平时十分骨架 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因为白话经常外出拉货 一天两天不回来也比较正常 在前一天晚上 他也曾问过老乡自己丈夫的宗旨 公司也脾气挺好 也出门在外自便打工 他也是修心养性 也没有跟人家结什么仇 也不打牌 也不赌博 也不喝酒 为了证实白话妻子所说的话 民警又来到白话经常接单的车行进行了解 我们就是想尽一些办法 把这个食指 这个生前的一些情况 一些信息 我们尽量的来汇总起来 帮助我们侦察破案 据车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白话为人还不错 平时跑车也很勤快 要想找到真相 就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法医陈永钊 他总觉得死者白发头上伤口 仿佛隐藏着什么秘密 有棱角的一些这样的头皮 当时分析是有一定质量的 当一开始还就怀疑是石头 如果作案工具是石粉的 根据经验 在伤口内会留下一些石粉的细渣 里面没有类似于说木头屑之类的 没有很明显的 作案工具的一些残留 通过对伤口的检查 又结合伤口的形状 如果使用石头 很难形成有形状的窗口 陈永钊判断 作案工具不是石头 结合现场的大货车 法医分析 那不会是修车的搬手 搬手又好像太单一 因为它的创口形状特别的多 如果单一是搬手的话 好像也还是比较单调 破解泥潭的钥匙 或许就在生气上 逢方的分析 这个作案工具 是一个有一定重量 并且可以揮动起来的分析 有一定质量的 我们分析是一种铁器 应该是可以揮动的铁器 通过对死者 其他部位的检查 死者身上 没有任何抵抗留下的伤痕 而从死者的死亡 姿势判断 案发时 死者社群里 毫无防御的状况下 被人持动静 打击的肚死亡 是一个很大重量的一个作案工具 直接打击他的头部 他可能一击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然后倒地之后被反复打击 就在民警围绕作案工具 展开调查的时候 陈海警方又接到了群众的冒子 而且这起案件与紫菜也关 来屋那边有一个紫菜仓库说 就是前一天被盗 民警到了现场发现 这个存放紫菜的仓库 丢失了一千多斤紫菜 按照美金市价一百元计算 被盗紫菜价值十万元 市主林老板告诉 他是年初九下午六点多 离开仓库的家 初十家中有事 等他再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紫菜已经被盗 林老板所说的车是大货车 而且颜色也是成红色 联想到白化车上的紫菜残渣 民警领约感到其中可能存在的 同样是橙红色的货车 车厢里的紫菜残渣 这些线索都将白化与这起紫菜被盗案 联系在了一起 在继续对白化被杀案的现场开展 缜密调查的同时 另一座民警又围绕被盗紫菜的去向 以及相关人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希望分别从中找出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候林老板突然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 通过了解 王叶群也是在莱鲁这边做菜生意的 林警来到程海中心市场进行走访调查 一家紫菜店的老板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名老板告诉林警 当时是有人送了满满一车紫菜过来销售 但是由于刚过完春节紫菜市场也进入了淡季 他便没有买 那个收紫菜人一公就说 当时开的车是一辆大化车 红色的大化车 那些那那个莱鲁又卖紫菜的人 他说不用那不用他就上个车就开走了 经过辨认老板告诉林警 当天下午他虽然没有注意到大货车的车牌号 但他描述的特征与白化的大货车的特征十分吻合 民警又将白化的照片拿来给他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了白化 与此同时 民警在紫菜盗窃现场也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通过比对发现 其中几枚指纹和死者白化的指纹完全吻合 这说明白化的确参与了这些紫菜盗窃案 死去的货车司机竟然涉嫌盗窃 如果是他开车来盗窃紫菜并运气嚣张的 那么被他盗窃的紫菜去了哪里呢 他又怎么知道哪个仓库里存有大量的紫菜 又是谁杀害了他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民警发现 2月17日 白化是被一个叫王叶群的人物请去送货 而且奇怪的是 王叶群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重头 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王叶群的这种反常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我们就这个王叶群名下有一辆 银辉式的花冠 下车车 通过对视频监控的部队 民警发现 不论是在盗窃现场 还是在密案现场 白化的大货车进入现场之前 都会有一辆类似银灰色的小车经过 我们去查了这辆花冠小轿车 就是它前面那些 车子挡风窝里前面那些摆饰 有纸巾 还有那些连剪贴那些发票 都是吻合的 在密案现场附近的监控中 民警发现 这辆小车的行踪更是奇怪 又过了一个小时 又返回来 又来到现场 所以就是说 案发时间之后 过后他又兜了一次 过回来现场 通往密案现场的这条小路 崎岖不平 对于小车来说 非常难走 一般的小车司机 都会避开这条路 而这辆小车 却在短时间内 两次经营着 种种迹象表明 防疫群不但参与了此裁告歉案 而且对白坏的死亡 也有着重大的作案 通过对监控的查找 民警发现了防疫群的一些活动 我们就远着他的 一路的视频还有轨迹 追到他家附近 在外沙盆发大道 有一个工地前面 发现这辆车 民警将王业群当场抓获 但是王业群并不承认 自己偷盗紫菜 并杀害人家 他反应很激烈 他就说 我是老十八家的一个农民 平时就种紫菜 你们抓我干什么 人在狡辩的网络群 并不知道 民警已经发现了确准的证据 出破口是我们法医人员 在他身上拿着鞋子 上面有一滴血 然后就拿给他看 当看到民警 从自己的鞋上提取到的血迹 王业群的精神防线 从彻底崩溃 我现在死去 我们就流出更电 现在紫菜不好 我和这个 和人家合国的吧 合股了 大概亏了二十多了 据王业群交代 临近过年 债主纷纷来找王业群要钱 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 王业群想起了 年前自己去买紫菜时的 那间窗户坏了的仓库 王业群知道 如果要偷紫菜 没有一辆货车是否用不信 于是便找到了白话 一拍即合的两人 趁着傍晚时分 驱车来到了 来屋的主菜窗户 两人顺利地将 窗户撬开 便开始跳窗搬用紫菜 搬了接近了一个小时 两人已经偷得了 一千多斤紫菜 之后 两人又将紫菜卖到了朝阳 将紫菜卖掉之后 王业群只给了白话 八百年的苏朝阳 承诺的分赃 只字未必 第二天 白话一直向王业群催药赃款 并扬言 如果王业群不和他平分 就要把事情说出去 见此情景 王业群答应和白话 再谈谈分钱的事 王业群害怕白话会将此事暴露出去 便想好好地教训一下白话 越流量越激烈 他推我 我就推他 一阵推丧之后 王业群趁白话在路边抽烟的时候 从车里拿出了车用千斤顶 用力向白话的头部砸去 凶手使用的凶器 也印证了法医陈永钊之前的推断 毫无防备的白话 立刻倒在了血泊之中 随后 王业群便开着自己的小车 离开了现场 离开后 王业群用右后的白话 后重新组织 令他成就 并且车回到新生的地方 原本一个是勤劳的紫菜商人 一个是老实的货车司机 但是在面对不义之财时 还是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 最终白话丢了性命 王业群锒铛入狱 这归根到底是因为贪念 因为贪 王业群起了邪念去偷 因为贪 白话起了邪念去敲诈勒索 也是因为这个贪 王业群对白话痛下杀手 血淋淋的事实告诫我们 做人和做生意 都应该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